新年刚过 又一波寒潮袭击中国大陆多个地区 暴雪 冻雨导致车辆受困 网友说 路滑到我直接原地180度掉头 下班头连冻成冰棍 山东也有 今天打低 司机说一只黑狗滑老远 还有些其他地区的网友分享说 沙东也下 全是冰豆子 明天这巴可是不好上啊 青岛直接下冻雨 马鞍山雷暴 未来四天下雪 2月20日当天 河南网友分享说 河南多地下起陷雪 有网友戏称下了一场干燥剂 洗衣粉 县市在高空中的水蒸汽 遇到冷空气凝结后 降落的白色不透明小冰粒 多在下雪前或下雪时出现 还有些地区叫雪子 雪深等 有网友发视频称 去五台山游玩的旅客 因为下雪滞留在公路上 回不去了 目前 河南省多地已下大雪 郑州等地出现大米粒冰雹雨 大河网报道 20日下午30左右 郑州下大雪 地面迅速白茫茫一片 当地下起了冰粒 大米粒冰雹雨 快科技报道 20日午后 河南郑州 开封 许昌 平顶山等地出现冻雨 大雪 冰雹 还伴有雷电 下鹅毛大雪 河南成了20日降雪重点照顾区域 20日至21日将是受强降雪影响的核心地区之一 视频显示 当地地面已雪白一片 天空中又下起冰粒大小的冰雹雨 窗台 车上 马路上积满了冰粒 新疆则遭遇龙年首场寒潮 大范围降温降雪 北疆富运县托尔洪乡 最低气温降至零下52.3摄氏度 打破历史极致 新疆极寒天气 导致湖里大群水鸟被冻死 冰封在湖面上 惨不忍睹 网友哀叹 都来不及飞就冻死了 好可怜 冰河世纪突然来临 我们人类是不是也会这样 还有网民表示 南极都没这么冷 住冰箱里还比较暖和呀 此次降雪天气 正值新年假期返程高峰 大批回程旅客 在高速路上受到暴风雪袭击 新疆 甘肃等地 大批旅客被滞留 在新疆若羌县伊吞布拉克镇 到若羌县城的高速上 风吹雪天气 导致部分路段积雪厚度达一米 一千多辆车被困 位于新疆伯勒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武士84团 一名男子19日发布视频说 家里养的大母鸡都冻死了 完全冻硬了 鸡棚里的一只小白鸡 冻得毛都炸起来了 冻得都不会走路了 一瘸一瘸的 视频中 男子在地上捡到一个鸡蛋 来看看我们家这个鸡蛋 他能下我就已经很意外了 下了个鸡蛋冻裂了 冻成坏蛋了 他说 这几天实在是太冷了 这股寒流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去 看天气预报应该还得持续一个星期 评论区有许多新疆网友留言 今天早晨 我看见鸽子都冻死了 前天我的尸头鹅冻死一只 冻死前胖乎乎低 小时候冬天经常能看到鸡蛋被冻裂 现在气候真是变了 前几天还下雨零上十几度 这几天零下十几度 今天在外面看到鸟都冻得不飞了 只在地下窝着 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去 微博账户中国天气称 龙年首场寒潮影响已持续四天 大范围雨雪波及界二十个省区市 多地高速路段及收费战封闭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娇娱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转线 0800-566-688 敬礼